狐狸猫和麦麦正个别拿着一支音叉 狐狸猫敲动音叉 发现音叉会左右震动发出声音 更神奇的是 狐狸猫发现 当它敲击自己的音叉时 麦麦手上的音叉 居然也一起震动发出声音了 明明麦麦没有敲动音叉 为什么麦麦的音叉也会开始震动呢 其实这是共振的现象 每个物体都有自己特有的震动频率 称之为物体的固有频率或自然频率 当一个物体接受到外来震动所传送的能量时 就会开始跟着震动 当这个外来震动的频率和物体的固有频率相同时 就会产生加强震动的效果 因此物体震动的幅度就会增强许多 这个现象就称之为共振 因为狐狸猫和麦麦的两只音叉 它们的固有频率相同 因此可以产生共振的现象 当狐狸猫的音叉震动时 传出去的声波会去震动麦麦的音叉 因为这个声波的震动频率 和麦麦音叉的固有频率相同 因此加强了麦麦音叉的震动幅度 产生共振 结果就是你会看到麦麦的音叉 因为共振也开始大力地震动起来 麦麦觉得很有趣 想要从粒子震动的角度来理解共振这件事 荧幕前的你可以帮助狐狸猫们解决这个疑惑吗 下面有五张卡片 分别代表了音叉产生共振的各个过程 但是除了起始的第一张卡片 其他的顺序被麦麦打乱了 一起和狐狸猫们动动脑 将正确的顺序排列出来 重现音叉产生共振的过程吧 当狐狸猫敲动音叉 所产生的声波的第一个密布 碰到麦麦的音叉 会让音叉两骨受到推力 因此音叉两骨开始往中央弯曲 接着声波的疏步抵达 表示声波推动音叉的空气 推力稍缓 音叉两骨开始往外弯 直到音叉两骨抵达外侧的极限位置 然后会再回到中心 此时声波的第二个密布抵达 而第二次的推力 让音叉的振动幅度变得更大 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 使得麦麦的音叉振动的幅度越来越大 因而产生共振 如果声波的振动频率 和音叉的固有频率不同 声波推动音叉的时机 就会和音叉的振动错开 因此就无法形成共振了 狐狸猫们觉得很有趣 原来共振是这样产生的 其实我们平常使用收音机来听广播 就是使用共振的原理哦 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和狐狸猫们 一起去查查更多的相关资料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